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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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怎樣才可以改變 這些不健康的生活呢 在這一集裡面 我們首先會探討一下 濫用承藥的問題 不少香港人 當身體有點不舒服的時候 都會只吃點承藥就算了 很少立刻看醫生的 你會不會也是這樣呢 你其實有沒有想過 亂服用承藥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達叔的故事 阿劉, 這瓶餵藥就最適合你的了 早午晚閣一次 要吃飽飯才好吃 我保你一天就沒事了 但要記住, 千萬不要再吃煎炸的東西 麻煩你, 大叔 這隻是專醫傷風感冒的 這隻維他命絲可以增強抵抗力 打馬吃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了 吃這些東西怕不怕的 陳太太, 你還是去看看醫生 給他們的嚴馬是不是真的有了 這樣穩固一點 嚇壞一點, 麻煩你 這樣啊, 你說得有道理 我還是去看看醫生好 藥房賣得出來 不會吃死人的, 你給我定 雙風感冒藥, 人人都是這樣吃的 你留那麼多鼻涕, 還有些發燒 一定要吃雙風感冒藥 收了鼻水, 退了燒這樣才行 記住, 吃完不要喝酒 對了, 阿周, 你有點頭痛, 是不是 這些對 阿司匹林, 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阿司匹林是到處都可以賣的 怎麼會有副作用呢 你們放心 所有的藥, 我都吃過好的 才介紹給你們的 你看我, 健健康康, 沒有病沒有痛 老婆, 拿點水給大家喝 好 你吃兩次, 頭腦清醒 再去回家也行 是啊, 智醒是你 那你知不知道誰是神龍的事 那就是我 古代神龍是常伯草 今天阿達是常伯藥 甚麼成藥最好, 他有甚麼特點 我絕對了如指掌 華佗也是差不多 你們不煲水嗎, 阿達 阿達說, 喝一些豐富抗物質的水 還有多吃維他命, 有益健康 你這麼說, 好像不信得過我 你上次肚子, 誰幫你搞定的 大叔 大叔 甚麼事, 高叔 我的腳都很軟 你還不快去看醫生 你過來找阿達也幫不到你 小小事, 看醫生 難怪香港的醫生這麼發 阿波 弄兩顆, 甚麼都拿不出來 你這張藥好像去年買的 看看, 過了期整個星期 又沒有變色, 又沒有壞 不怕的 難道跌在那裡浪費了他嗎 阿波, 拿去 大叔, 謝謝你 所以我說 幸好有大叔, 街坊很有福 簡直是成藥專家, 街坊醫生 黃綠醫生就有他的份 一輩子兩夫妻 至少兩句不會口臭, 是不是 說錯話了 你咳了很久了 真的要看醫生 咳兩聲, 看醫生 那大病就找誰 自己的健康 可以自己控制的 是不是似曾相識 香港不少人 都像達叔那樣 因為狗病成醫 就憑自己過往一些成功的經驗 介紹成藥給街坊的朋友 甚至認為 懷孕期都可以吃成藥 又或者吃一些過期的成藥 都沒有問題 對於這些誤解 註冊的藥劑師 有甚麼回應呢 好像達叔那樣 因為他自己狗病成醫 根據自己過往的經歷 去介紹街坊吃不同的藥 其實是有不同的地方 他吃藥的時候 因為不同的成藥 就算是一樣的藥 給不同的人吃 可能因為 根據病人自己的特性 譬如他的年紀 性別 或者他那時有沒有吃其他藥 也都需要去調教一下 那個劑量 和那個分量 也都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的反應 達叔本身自己 沒有一個專業的資格 做一個診斷 他單憑他自己的經驗 就去買成藥 或者將一些藥 介紹給他的朋友 其實都是挺危險的 因為很多病 他發病的初期 他的病徵 其實基本上是很相似的 如果他這樣做 就有機會不能夠對症下藥 有機會吃錯藥 還有最嚴重的 就是令到病情惡化 你說懷孕期間 是不是一些成藥都不可以吃呢 這個也不是絕對的 但是只不過在懷孕期間 你可以吃的成藥 那個數量是比較少的 我舉兩個例子 有一個例子 就是孕婦 大部分孕婦都可以吃的 譬如說孕婦 他有頭痛發燒的時候 他可以吃一些簡單的藥 譬如是paracetamol 如果藥裡面只有paracetamol 其實孕婦是可以安全地吃的 但是譬如如果另外有些藥 譬如說孕婦是不適宜去吃的 譬如那個傷風 或者咳藥裡面 譬如那些成分是有 說到epidrine 或者類似那一類的藥的話 其實孕婦應該盡量避免都不好吃 如果需要吃的時候 都應該是由他的主診醫生 那個監管底下去吃的 或者另外一種藥 譬如咳藥水裡面 譬如有codeine類成分 那些藥 也都是需要注意 不要納亂去吃 在懷孕期間 其實媽媽的身體 就有很多生理的改變 譬如她的腎臟裡面的血液 就會流快了 身體的血液會稀一些 還有血壓會低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對於藥物的吸收 或者她的有效時間 都會有所影響的 所以如果在懷孕期間 有需要吃藥的話 最好都是向醫生 或者注冊藥劑 施查詢就最好了 好像達蘇這樣的想法 認為成藥過了期都可以吃的 這個概念其實是不對的 甚至乎是那些成藥過了一兩天的期限 其實都是不好吃的 其實那些藥物的到期日 是和藥物的有效成份 和它的藥效是有關係的 那是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說在那個有效期以前 那個藥的穩定性 和它的有效成份 那個藥性的穩定性 都是在一個很高的水平 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以內 但是如果那個藥 一超過了它的有效期以後 它的穩定性就會慢慢減低 而其實它的穩定性 和那個時間是有一個反比的 就是說你時間越長 它的穩定性就會變得越低 所以譬如有些藥 你過了一個有效期之後 它的有效成份 其實那個穩定性 可能會是由原先的85% 而突然跌到50% 那就變成了一個 不能接受的水平 亦都沒有了它的療效在